少一点 给大家看看图腾多一点 所以呢 台长就说了 给大家多看一看图腾 好不好 好 下面呢 台长呢 就当场呢 可以把你们的家里的祖上 如果你觉得家里的祖上有谁 在哪里 你还不知道 台长当场可以跟他通话 可以告诉他 也可以知道你的未来 你孩子的情况 或者你的各方面的情况 都可以知道 好吧 现在呢 就开始呢 现场呢 给大家做这个检查 好吧 抓紧吧 开始吧 你好 最近的金虹师傅 最近的 中文师音菩萨 我想看一下自己 八九年的鼠舌 想看一下 有没有灵性图腾颜色 还想 因为这次想回去 找一份工作 稳定的工作 这样就能经常和台长到处开发会 小姑娘是这样的啊 我现在看你这条蛇呢 是一条青蛇 颜色是青的 这条蛇呢 游得很快 说明你这个小孩子脑子特别快 从你刚才讲话当中 就知道你很会用心 台长告诉你 你这个小姑娘的毛病是什么呢 你曾经有过工作 对我现在有工作 你为什么想换知道吗 因为你跟人际关系不是太好 对不对啊 对对对对 因为办公室都是女生 然后对 办公室都是女生 他们的你说别人气量小 实际上因为你自己的气量也很小 对不对啊 对 我希望你多念念解节奏 你冲的办公室每一个人都念解节奏 解节奏很短 你只要说化解冤结 我某某某和某某某化解冤结 你念天天继续念时间长了 你看看他们那些人会不会对你好 好不好 然后台长给你看了 你要找个工作 回去是在八月份的时候才能换 所以我希望你在五月份的时候才开始动 因为你一动 你们办公室的人 office的人全知道了 所以你不一定还走得掉 听得懂吗 听得懂 没问题的八月份你可以换到工作了 好了 那我身上有没有灵性 你属蛇的是吧 你现在没有什么灵性 就是你的房间里啊 你的房间啊 睡房啊 家里的睡房啊 比较小啊 睡房比较窄啊 你在进睡房的左手边呢 最好不要贴什么东西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明白了 把它拉下来把它撕下来就可以了 好了 能看一下我家的佛台吗 佛台很好 有菩萨来过了 都是晚上来的 说明你平时都是晚上扫墙 对不对啊 对妈妈晚上都扫墙 能问一位亡人吗 好 你说吧 不能问这么多吧 讲吧 2006年去世的 姓刘 盈帝 欢迎的盈 女子边旁加一个弟弟的地 刘盈帝是吧 对的 女的是吧 嗯 几几年去世的 2006年 是你们家的谁啊 外婆 外婆 我告诉你 我看见你外婆的样子是 头发白的 花白的 完全往后披的 对对 眼睛很大 对对对 我告诉你 她很好 她现在在天上 哦 是被你小房子插上去的 哦 谢谢 好了 换一个 嗯